自称有亲切感 前率军入司机你娘遭气宿 36岁的前率军17岁就出道 他是从百货公司模特儿选拔出身 后来签给伊林经纪公司跟陈思密 因其还做过女子团体出籍 但随即解散 他除了骂计程车司机神经病遭起诉 也微微活跃于综艺节目当通告开 神经病一案2009年闹得沸沸扬扬 因为计程车司机指控前率军骂他瞎子 龙子 还有女娘 台语 问候他 后来他因传去两次了进出席一次 当庭也不肯道歉 而遭绑桥的简属已公然侮辱罪起诉 事后前率军说 以后再也不敢了 如果再遇到类似的事件 我会摸摸鼻子就算了